小孩有沒有找到 表情痛苦躺在岸邊擔架上 41歲的無性潛水教練 2023年8月18號 在基隆長潭鯉魚港交潛水時 被船艇的螺旋槳截斷左小腿 還以為自己沒辦法再回到水中 不過就在三個月 奇蹟重生 經過藍醫生12小時的手術 然後起床之後 第一眼看到我的腳回去了 然後就覺得還滿驚喜的 我現在已經可以潛水 只是左腳畢竟還沒有完全回覆 所以沒有穿蛙鞋 已經可以正常走路 畢竟是自己最熱愛的事 左腳能重生再回到水中 吳教練滿滿感動 因為當時的手術並不簡單 長達12小時 先由骨科將骨頭腹胃 再由整形外科接手 進行顯微重建手術 它是創傷截面 創傷截面有時候 還是會伴隨一個部分的創傷區域 所以整形外科這個部分 其實是有從對側 病患對側的小腿取一個 差不多30公分長的一個 靜脈座移植 然後其實有重建 大概兩套的血液循環 不過吳先生的左腳能夠重生 除了各科醫師的合作無件 黃金時間也得把握得好 大概都希望盡量在4.5到6個小時 因為去減少這個 肢端缺血的這個情況 能盡量去減少這個 因為長時間缺血而造成 後續一些肌肉的損害 我應該還要再三次 因為可能是兩次是做 阿基理時間的重建 然後一次是做皮斑的一個整形這樣子 手術成功直回腳掌 現在只需要勤勞回整以及復健 距離恢復過去自由自在的潛水 就只差一步之遙 TVBS和中英倫仲宣台北採訪報導